早安TBS 成天快訊 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今天帶您看到的是 這個政治的焦點 何文哲 因為金華城案被刷之後呢 其實他已經見了四次的律師 只是這兩人到底談了什麼 外界都很好奇 但現在卻有律師透露 他說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有時候不一定是只談案情 有時候就只是單純進去 吹個冷氣來聊天 根據《既有時報》報董呢 這次律師林志群點出的 他說有很多的有錢人 找律師的律見 並非是只談案情 而是利用這個律見式的冷氣和律師 來聊聊天放鬆 而以律見的費用來說 其實非常的貴 一般的律師每小時要收費 2.5萬到3萬元 而如果受案件背景的人 是還要再更高的 所以這一切都顯示出 這個被告的財力 其實是一個非常雄轟 而且也很關鍵的地方 而且他也說會這樣講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在房間裡面 其實溫度是非常高 很熱 所以被告當然會想要到 這個所謂的律見式裡面 來吹冷氣 好 接續要帶您看到 有這個情侶之間吵架 甚至是要逃取這個分手費 但最後不成是直接縱火 甚至還想要來求處 被判輕刑 但最後都被駁回了 根據自由時報報道 這是發生在彰化縣 有一名成性男子 是因為賭博欠債 所以他在去年的時候 就算他的女友 要來討這個30萬元的分手費 但是女子是不願意給他 乾脆就直接縱火 來銷毀他的住宿 最後是被依照公共危險罪 來判刑三年七個月 但是這一名成性男子 其實是不服一宣的判決 他也上訴了 聲稱他自己有一些失眠 憂鬱症等情形 希望可以來請求清刑 但是在二選 同樣也是不會上訴 是維持原判 而法官就點出了 這一名成性男子的縱火行為 是已經對社會公共安全 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而且也沒有能力 來賠償受害者的損失 所以最後才會維持原判 好 接續還是一樣 要帶您看到這個情侶之間的吵架 甚至出生一些報復的行為 但這一回是發生在 這個憲兵的上市的身上 他是把他們兩個的私密片 傳給已婚女友的配偶 但最後也被忌大過開除了 根據中時新聞的BOB 其實這是一名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的 已婚陽性上市 他其實跟這個已婚的女同袍 是發生了不當的情感的關係 但是他就沒有經過對方同意 是直接把這個私密的影像 傳給這個A女的配偶 最後是被學校忌大過處分 而且也開除了他的學籍 但是陽性男子他很不服 先後就提起了這個申訴 還有訴願 可是全部都被駁回了 最終的行政訴訟 同樣也是被駁回 因為法院是認定 這一名陽性男子的行為 是已經嚴重地損害對方的隱私 所以校方的懲處是非常合理 並沒有程序上面的瑕疵 好 這件事要帶您看到 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像這樣子的奇景呢 也就是水龍卷 其實在南投日月潭出現了 但是氣象站就提醒 當您看到的時候呢 不要顧著拍照 應該要趕快來遠離 根據一題today的報導 其實日月潭在8號的下午4點左右 就出現了這個罕見的水龍卷 畫面在網路上當然就引發熱議了 但是專家就提醒 這其實還蠻危險的 最好是趕快地來遠離 再加上近期是受到這個低壓帶的影響 所以各地的中午過後呢 是非常容易出現局部的大雨 尤其在中南部的雨勢是比較大的 所以包含像是這個日月潭的氣象站的主任 他其實就說了 因為受到這個低壓帶 還有高空冷心的低壓影響 所以未來幾天 有可能會再次地出現一些局部的暴雨 民眾呢 應該要多加了留意天氣變化 而且要保持安全距離 也就是如果在看到水龍卷的時候呢 最好還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是比較安全的 最後要帶您看到居然有女童 是突然出現了一個失語的狀況 緊急就醫檢查之後 醫師才發現這居然是腦炎 根據聯合報報導 這是一名八歲的女童 其實她一開始是些連續兩天 出現頭暈的狀況 但是第三天病情就更嚴重了 不只有一些失歲的狀況 而且也無法言語 緊急送醫之後 發現她是有輕微的腦水腫 而且診斷是腦部的感染 非常有可能就是腦炎 所以醫師也點出 像是如果是腦炎的話 是有可能透過病毒 或者是細菌感染所引起 但是她的病後的癒後呢 是非常難以評估 有可能會導致癲癲 或者是學習上面 會出現一些障礙以及問題 而這一名女童 其實就是患有這個急性的 散播性的腦脊髓炎 還有急性的橫斷性的脊髓炎 接受相關的治療 大概是一個月左右 其實現在病情也改善 而且也健康出院了 但是醫師就提醒家長 如果小朋友出現了一些 發燒 頭痛等非特異性的症狀 最好是要提高警覺 避免是腦炎 延誤到了就醫時間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 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